金价直直落 国际金价正错 一公斤的黄金条块一天就蒸发掉五万元 估计国内至少有数十万户的黄金纯折户被套牢了 只是比起上一波金价大跌 现在大家是缩手观望着 大家很担心这掉下来的事件 很担心这金价会再跌 所以还不敢进场 走进一楼除了老板可无意人 不是说黄金大跌怎么都没有人买 还在观望 怕不敢进场 现在四千多块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还是觉得很贵 这波金价跌得快跌得凶 国际金价重挫来到近三年新低 每盎司1224美元 是2010年8月以来的最低价 不过比起上一波大跌 这一次买方缩手 中国大妈的抢金潮的时候 那时候客人非常的多 1300掉到1200 最近观望的人比较多 因为可能之前太急着购买的人被套住了 国内至少还有数十万的黄金存折户被套牢 现在和金价最高的时候相比 市金牌价掉了2000多块 而无两金条缩水10万块 从34万元变成24万元 一到二两的结婚金市 三月的时候买要13万块 现在变成10万块 有人说1200有支撑 已经接近开采成本价 不过荷兰银行集团大胆预测 明年底之前金价恐怕还会跌到900美元的水准 大家都会 大家都会